臺灣極有可能會受到影響 如果我們沒有妥善因應的話 因此在今天的會議裡面 再做三點指示 第一個就是加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跟民眾 民眾包括養豬的豬籠還有一般的民眾 彼此之間的合作 中央各部會都各有指示 地方政府也都有負責的工作 都要克盡群工克盡職守 同時要彼此合作 中央各部會彼此合作 中央跟地方要共同努力 同時也要把養豬的團體以及民眾把它納進來 加強三合一的合作 第二個是加速執行各項的防疫作為 我們從剛剛跟各地方政府的通訊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地方政府目前對整個非洲豬瘟的防疫工作尚未進入狀況 旺論就是應變中心都還沒有開設 演習的時間也還沒有定 災害應變中心 地方政府有些已經開設 有些即將開設 有些是還沒有決定 日期要開設 可是演習的部分是沒有一個縣市 已經決定的時間地點跟演習的內容 所以第二點的提示是要加速執行 各項防疫工作的作為 最好的檢驗就是演習 防疫四龍作戰 作戰要成功勢必要演習 否則的話 光公文廣環 或是電話之間的交流 這個都沒有辦法達到目標 第三點呢 第三點提示就是加踏防疫面的作為 剛剛大家都有很好的經驗 好比 理所長 要加強海面的巡邏 交通部也補充意見 在交通的管控上面 也有管控的作為 這個都是大家面臨這個事件的時候 大家要再加強的部分 包括環保署也應該要去協助 那個從中國這個海漂過來的垃圾 要怎麼樣協助他盡速地去處理 如果在垃圾堆裡面有發現病死豬 或是病死豬肉 那還好 如果沒有發現 所以我們那個垃圾的處理 要盡速地 幫助金門縣、蓮江縣要迅速地處理掉 各種途徑我們想到了都要去做 加大防疫面的作為 另外一點就是國際合作 加大防疫面的作為 包括跟國際面的合作 剛剛我們已經有談到 中國呢 非洲豬瘟的病死豬 管控管理不當 會飄到金門、會飄到小丘 也會飄到馬祖 也會飄到東南亞其他的國家 怎麼樣 聯繫周邊國家的合作 同時呢 中國這個時候 疫情也應該要封開 尋求周邊國家共同協助 一起來面對 非洲豬瘟 這個是中國的責任 這不是面子問題 應該要 開誠佈公的 根據國際規範 把疫情公開 把你的防疫作為公開 讓周邊的國家 讓國際社會 可以來協助 共同面對 這一場非洲豬瘟 這樣的話 非洲的豬瘟 疫情的衝擊 才有辦法 降低下來 好